这个逆境孝九州也在我的打假行列当中 看看他有没有真材实料 我可以站着随便让他们寸拳往我身上寸 大家好 欢迎来到搏击相对论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关注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精彩资讯 今天咱们继续看大型电视联系剧 寸拳凤云系列的最新消息 寸拳满楼目前被妙峰打得销声匿迹 一惊落万物声 寸拳头部大师满楼倒下去了 妙峰起来了 一个满楼倒下 又有无数个满楼站了起来 充满能量的妙峰肯定不会止步于满楼 于是他把打假的重拳 挥向了另一位传武大师 并且明确表示可以站着 让这些寸拳大师们随便往自己身上寸 如果动一下就算输 并且表示这位高手打的五块砖 都是弄虚作假 我们来看一下事情的经过 最近网上好多人在问我 网上那个历尽孝九州 他的功夫怎么样 是不是真实的 我刚刚看了一下 他也有用寸拳 去打一些石块 地板砖 砖头 还有水泥管之类的东西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历尽孝九州的功夫 首先是寸拳打石块 其实这个是水泥板 大家仔细听 历尽孝九州发工前的动作 这个应该不是配音吧 水泥板相对于红砖来说 我个人认为会更好打一些 因为他的面积大 当然强度也可能会更高 反正是历尽孝九州一个寸拳将其打烂 通过慢镜头 感觉历尽孝九州打水泥板可能是真的 大家看他手上的肌肉 线条非常明显 另外就是打砖 这一套旋风拳 把墙上的墙皮都给打掉了 我们来听一下声音 历尽孝九州打砖 并没有悬空掉起来打 而是有一侧固定在墙上 从这就能看出来 历尽孝九州的拳风非常硬 功力也非常的深厚 不知道历尽孝九州 从哪弄来了很多半个的水泥管 可能是家附近有施工的吧 我对这个水泥管不是很了解 不知道它的硬度如何 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下方留言 对于历尽孝九州的这些功夫 妙峰持什么态度呢 我再声明一点 寸群打东西 因为没有足够的距离发力 这个杀伤力非常有限 就别说去打什么砖头石头了 其实吧 我个人认为 如果不打悬空掉着的砖 打这些东西 凭大师们每天练习的这些功夫 还是没问题的 并且妙峰放出豪言 我可以这么说 网上所有的寸拳打东西的大师 我可以站着 随便让他们寸拳往我身上寸 只要动一下 算我输 就不说打砖头什么了 妙峰说的 这是认真的吗 我感觉历尖孝九州的寸拳功夫 可不是闹着玩的 又仔细看了下他的寸拳 妙峰你确定吗 随便让历尖孝九州往你身上寸 只要你动一下就算输 并且都不用打砖头了嘛 好家伙看来妙峰给历尖孝九州的挑战难度大大减小 妙峰真是从骨子里瞧不起寸拳啊 还有这个历尖孝九州 他也有用寸腿踢砖 也是踢十五块 或者寻挂起来踢两块 一脚踢断 我敢这么说 我踢不断 他也踢不断 他如果寸腿能踢断的东西 我也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历尖孝九州的寸腿 这个历尖孝九州的功夫非常全面 其他的功夫大师只练拳 练腿的还真不多见 历尖孝九州发工前的习惯和手艺啊 都得先比划两下 一脚踹断悬空的两块砖 我给大家慢放一下 在历尖孝九州踹砖的瞬间 砖头仿佛炸裂开来 感觉历尖孝九州 起腿时的动作实在太快了 有点像开了加速 如果没有开加速的话 那实在是太快了 前面的都是两个寸腿踹断悬空的砖 这个就是固定在桌子上的四块砖 历尖孝九州一脚将砖踹飞 如果我们不信妙峰能踹断的话 怎么办呢 不信到时候我们可以信场 切磋一下 好吧 那我们就等着妙峰亲临历剑孝九州的拳管 现场切磋 对于历剑孝九州的手刀劈砖 妙峰又是什么态度了 另外我还看了 他还有手劈砖头 劈五块六块四块 一掌就劈断了 我们来看一下历剑孝九州手劈砖头 悬空的五块红砖 历剑孝九州一掌下去 五块砖硬生二段 劈五块砖的倒是不少见 就是没找到六块砖的 对于历剑孝九州手劈五块砖 妙峰又是什么态度呢 我可以给大家声明一下 铁杀掌劈砖头 劈三块以下 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劈三块的这些铁杀掌高手都极少 就别说五六块了 所以网上所有批五块砖头的一掌批砖的都是弄虚作假的 打的都是道具砖 妙峰明确表示 网上所有能一下批断五块砖的全都是道具砖 那历剑孝九州这个到底是真是假 这个历剑孝九州也在我的打假行列当中 兄弟们把他挨头过来 改定我会登门拜访 看看他有没有真材实料 不知道你这个打假行列中还有多少人 把他挨头过来倒是没问题 不过你说的这个改天是哪一天 2025年 2026年 还是那句话 去尾纯真 让大众认识什么才是实战功夫 哪些是弄虚作假的小把戏 你说的这个去尾纯真 这个我赞同 实战功夫 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内台上的全都是实战 弄虚作假的小把戏 有的也被称之为杂技或者是魔术 感谢大家支持 很快我就会出发 第一站 希望你抓紧出发第一站 很多网友都坐不住了 上个月就去说打假 都一个月了还没出发 并且还有人邀请他 一个月了你动弹动弹 网友都替他着急 你倒是去啊 光在这说 每天光打PK 跟绑一大哥要钱 天天说上门打假 天天不去 因为这位网友的名字叫天天 所以我怀疑你说的你自己 还有不嫌事大的赤华群众 特意把利剑笑宇宙给爱他过来 表示妙峰他不服 确实只有网友身上怼 才能知道到底是真是假 这位网友更狠 让利剑笑九州用寸拳 寸妙峰的牙 看看妙峰动不动 真狠 我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利剑笑九州的动作 确实太快了 有点抑郁常人 我个人感觉 视频有可能开了加速 但功夫绝对是真的 就妙峰 让利剑笑九州 往身上随便寸的话 我可以这么说 网上所有的寸拳 打东西的大师 我可以站着 随便让他们寸拳 往我身上寸 只要动一下 算我输 我感觉如果放开打 把妙峰打出内伤 都算是轻的 如果真打的话 最好签个免赔协议 首先感谢妙峰 为传统武术先生的 这种大无畏精神 另外如果被打伤了 我可以占助20元的医药费 这位网友也说了 谁敢打你啊 打伤就得赔钱 说得非常好 利剑笑九州也不傻 你让人员往你身上打 人员就打 往你身上寸 只有两种结果 第一就是把你打伤 人员赔钱 第二打不伤 你打假成功 扬名立万 横竖都是你沾光啊 要我说 咱还是打砖头吧 别打人了 人员利剑笑九州的钱 也不是大风挂来的 今天就是2023年的 12月21日 林妙峰原定的一月初 还剩下十几天的时间 一月初 我就带上砖头 去上门拜访他们 到时候我们就看看 苗峰到底是不是真打假 还是和大家玩剧本 还是继续打PK 一动不动 在这里大家可以预测一下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的朋友 可以点击一下关注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精彩资讯 下期节目更精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